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最近遭到俄罗斯的猛烈攻击 导致五名平民丧生数十人受伤 俄罗斯方面声称在该地区取得了进展并控制了多个村庄 这场战争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 已经造成数百万人逃离家园 情势相当严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情况 中国外交官最近向六个国家的议员施压 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在台北举行的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 这些议员来自波利维亚 哥伦比亚 斯洛伐克 北马奇顿 波斯尼亚 及另一个未居民的亚洲国家 尽管面临压力 这些议员依然坚持参加峰会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移民英国的香港人 根据一项调查 许多移英港人面临心理困扰和孤单感 尤其是无业者和学生 不过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 无论面临什么困难 他们都不会考虑回流香港 这些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 还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五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俄罗斯称取得进展 美国之音中文网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州长 瓦迪姆·菲拉什金 Vedin-Philashkin 星期天7月28日 说俄罗斯星期六及星期天夜间 对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击 造成五名平民死亡 15人受伤 俄罗斯同时称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乌克兰其他官员此后说 俄罗斯炮击在东部和南部造成更多的平民受伤 地区州长谢尔盖、莱萨克、斯莱埃·雷萨克 当天报告 莫斯科军队星期天袭击乌克兰东部城市 尼克波尔、尼卡普 至少造成八人受伤 受害者包括一名婴儿和一名十岁女孩 六人需住院治疗 当地官员罗曼、姆罗奇科、Roman Morko 报告 俄罗斯星期天的炮击 还造成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州 一个村庄的八名平民伤亡 其中包括一名十岁儿童和两名少年 俄罗斯2022年2月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 导致数百万人逃往邻国 控制整个顿涅茨克 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 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 继续向西向波克罗夫斯克 Pokrovs和库拉霍夫 Kerekhov城镇推进 取得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 俄军已控制波克罗夫斯克以东 约30公里的相邻村庄 普罗赫雷斯、Pors和叶夫海尼夫卡 Yavainevka 莫斯科一天前称 占领了附近的洛祖瓦茨克 Losovetsk村 这是莫斯科说 本月在这个州占领的十几个村庄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早些时候说 七架乌克兰无人机 夜间在俄罗斯境内被击落 一名地区官员说 一次无人机袭击 导致俄罗斯南部一个油库起火 代理地区长 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Alexis Murnav说 库尔斯克地区星期天上午 有三个油箱起火 消防员正在全力灭火 没有人受伤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北京施压六国议员 不要参加台湾年度跨国议会峰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 至少有六个国家的议员表示 中国外交官向他们施压 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在台湾举行的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聚焦台海稳定的年度峰会 波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 北马其顿、波斯尼亚 和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 亚洲国家的政界人士 告诉美联社 他们收到了日程上与他们参加 台湾会议计划相冲突的短信 电话和紧急会议邀约 他们称中国外交官此举 是为了孤立台湾 IPAC是一个由35个国家的 数百名议员组成的团体 他们关注民主国家 如何与北京打交道 IPAC长期以来 一直面临中国政府的压力 北京甚至对其部分成员 实施了制裁 根据美国今年早些时候 公布的一份起诉书 2021年 IPAC成为中国国家支持的 黑客攻击的目标 IPAC将于星期一 7月29日 在台北举行年度峰会 不过 IPAC执行董事卢克 德普尔福德 Luke的Pofford 表示 过去几天 来自中国官员的压力 是前所未有的 他说 在此之前 中国外交官 只在会议结束后 才与议员接触 但今年 似乎有协调一致的企图 阻止与会者参加 美联社还采访了三名议员 并查看了中国外交官 发送的短信和电子邮件 询问他们 是否计划参加峰会 我是中国大使馆的武 发给北马奇顿议员 安东尼奥 米洛绍斯基 Antonio Meloschowski 的一条信息写道 我们听说 你收到了IPAC的邀请 你会参加下星期 在台湾举行的会议吗 在某些情况下 议员们称 中国外交官 就他们前往台湾计划的询问 似乎闪烁其词 在其他情况下 这种联系更具威胁性 一名议员告诉美联社 中国外交官 给他的政党领袖发信息 要求阻止他前往 他们联系了 我所在政党的主席 要求他阻止我前往台湾 波斯尼亚议会议员 萨内拉 克拉里奇 Sena Klerik 说 他向我出示了他们的信息 他说 我会劝你不要去 但我不能阻止你 这是你必须做出决定的事情 中国经常威胁 要对支持台湾的政界人士 和国家的进行报复 由于中国的外交压力 台湾与大多数国家 只有非正式关系 克拉里奇说 这种压力令人不快 但这反而坚定了 他前往台湾的决心 我确实在与那些 用恐惧来操纵 和控制人民的国家 或社会做斗争 克拉里奇说 他还补充说 这让他想起了 1990年代 在波斯尼亚战争中 遭受的威胁和恐吓 我真的很讨厌 有人吓唬你的感觉 中国外交部 没有立即回应 美联社的置评请求 这是严重的外国干涉 这不是正常的外交行为 德普尔福德说 如果我们试图告诉中国官员 他们的旅行计划 告诉他们 可以去哪 不能去哪 他们会做何感想 他们认为 他们可以干涉 外国议员的旅行计划 这绝对是无耻的 他补充道 据一份新闻稿称 预计今年将有 25个国家的议员 出席峰会 并将与台湾官员 举行高层会晤 台湾外交部 没有立即回应 美联社的置评请求 上星期 北京批评台湾 一年一度的汉光军事演习 称台湾执政党民进党 在进行挑衅 寻求独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称 任何渲染紧张 以五谋的毒 以五巨统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失败 美联社表示 中国一直在挖角台湾的邦交果 并经常承诺提供发展援助 这是双方长期竞争的结果 近年来 这种竞争的天平 向北京倾斜 太平洋岛国恼鲁 今年早些时候 转而承认北京 此举使台湾日益减少的 外交盟友数量减少到12个 不过 美联社说 中国有时强硬的做法 也引发了强烈反对 2021年 北京降低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并禁止 从立陶宛进口产品 北京称 立陶宛这个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违反外交惯例 同意台湾在其手 都维尔纽斯的代表处 使用台湾 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称 其他国家通常使用中华台北 来避免冒犯北京 转年 欧盟通过了一项决议 批评北京对台湾的行为 并在世界贸易组织 就进口限制 对中国采取行动 今年 玻利维亚参议员雷克 Center Rack 表示 在中国外交官要求他 不要去台湾 称台湾有 冒名顶替的总统统治 峰会有一个 不符合中国大陆政策条款的 组织主办后 他曾向中国外交官致函抗议 当雷克拒绝时 中国的外交官表示 将向他的大使馆 报告他的决定 雷克将此解读为 含蓄的威胁 我告诉他 这是不可接受的侵犯 我不会接受任何政府的命令或侵犯 雷克说 这些都是个人决定 在我看来 他已经超越了所有国际政治规范 美联社称 大多数受到中国外交官施压的议员 似乎来自较小的国家 德普尔福德说 这可能是因为北京 觉得他们可以逃脱惩罚 但他补充说 这种胁迫手段 只会让与会者更坚定地参加峰会 欧洲议会斯洛伐克议员 米利亚姆 莱克斯曼 米利亚雷克斯曼的党魁 曾受到中国外交官的接触 莱克斯曼表示 这种压力 反倒凸显了他要来台湾的必要 他说 我们希望交流信息 交流如何应对中国 对世界民主地区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当然 也希望支持台湾 本文依据了美联社的报道 研究 英港人面对心理困扰及孤单 四成人坚持不回港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个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 发表调查报告 指不少英港人 面对心理困扰及感到孤单 尤其以无业者及学生的情况最严重 不过 超过四成受访者表示 无论在英国面对什么困难 都不会考虑回流香港 英国港桥协会HongCommerce in Britain 在7月26日星期五 发表问卷调查报告 研究移民英国的香港人 融入社会的程度 调查收到637份有效回应 84%的受访者表示 计划在英国永久定居 研究主管胡浩阳表示 英港人认为自己在英国是资历过高 而意外的 没有大学学位的人 对比其他人 是最认为自己资历过高 调查又发现 不少香港人移民英国后 转换了行业 他说 调查使用了研究心理健康状况的 一般健康问卷 GHQ12 范围是0至36分 分数越高 代表心理受困扰的程度越高 少于12分是正常水平 多于15分 是有明显的困扰 而高于20分是情况严重 调查发现 受访者整体分数是13.41 在英国读书的香港人的分数 是15.68 而无业的香港人的分数 更是18.3 胡浩阳说 因此 我们认为必须要找出原因 为什么这两类英港人 会有这种程度的困扰 无业者 学生特别孤单 他又分析数据说 英港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中立 不算满意他们的生活 也不算不满意 在政治上 调查发现 低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没有基础的政治知识 但有很高的选民登记率 及投票抑郁 他们对于他们的意见 受英国政府重视方面 持中立态度 胡浩阳说 这可能是因为 大部分人未有联络过政府部门 在社交融入方面 研究使用 阿克勒三项估计量表 阿克勒三 Item Loneliness Scale 如果分数是7分以上 就意味受访者感到孤单 而受访者的整体分数是7.08 学生的分数是8 而无业者的分数是8.05 胡浩阳说 要理解无业者 觉得孤单的原因 可能是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较少机会 与其他人互动 也没有恒长的社交圈子 但有一点令人困扰 和值得关注的是 学生也觉得他们孤单 但学生应该有最多机会 与其他英国人 或不同族裔的人互动 不过他们仍然感到孤单 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出原因 我们也建议英国政府 推出针对这两个群体的政策 他又说 即使英港人 有不少机会 与英国本地人接触 一个可能解释 他们孤单的原因 可能是他们对于 与本地人相处 仍然是在心理上不太舒服 建议开设移民前分享会 胡浩阳指 不少香港教育界人士 未能找回同类的工作 或是他们的资历高于 现实工作所需 他建议 开设影子实习计划 Job Shadwin 让香港教师 亲身取得英国教学经验 让他们与英国教师 建立关系 及获得指导 他又表示 建议英国国民保健服务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在港人聚居地 分发和收集心理调查问卷 去监察英港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 此外 国民保健服务 应该改善广东化传译服务 资助英港人 成为和资格传译员 同时 他建议对港人经济上 融入情况 做长期追踪调查 胡浩阳认为 英国政府 应该开设移民前分享会 去让香港人 认清移民的难处 做好期望管理 同时 英国政府 应该增加免费英文课程 让英英港人更有自信 与本地人 在工作及社交上相处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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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